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欧阳 云姐 你怎么才来呀 像他这种人 病一回可不容易 就等你了 李先生没什么大碍吧 你自己去看看 走 阿靖 欧阳来看你的 李先生 没事吧 没事 一点小事 就是眼睛里进了点石灰 是啊 没多少 扔偏了 幸亏我当时眼睛闭得快 要不然 看医生了吗 也不知道谁干的 一群小毛贼 整不了结果 我呀正睡觉了 就听外面喊卓汉奸 我想是舅舅去捉汉奸了 没想到 汉奸把舅舅给打了 我 要不为了看戏 也不至于这样 这个事跟看戏没关系 有人要置我于死地 乱子是早晚都要出的 龙泉这个地方 庙小要风大 水浅王八多 什么人都有 前些日子高密那个人 到我现在还没查出来呢 前几天你跟我说 有事要和我商量 想好了吗 想好了吗 没想好 也不是没想好 那就说说看 好 那我说了 李先生知道 我今年多大了吗 当然知道了 这我都不知道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嫁人了 别动 你一大当嫁 自然是该嫁着的 那我应该嫁谁呢 你要是嫁了人 就不能再唱戏 太可惜了 那不一定 嫁了人还是可以唱戏的 别动 还是敷着吧 当然了 要看你嫁给什么人 现在倒是有一些新派人物 他们是不反对女人出头露面的 那李先生 是新派还是老派呢 我这个年纪的人 想加入人家新派 人家不要了 那就是老派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那李先生 认识新派的人物吗 你是不是想 让我给你捂死个 合适的人呢 说实话 干我们这行 多半是给人做小 可我真接受不了这个 这个没商量 还有 唱戏是我的立身之本 我不想 我不想因为嫁人 而耽误了唱戏 这个也没商量 霍雅 你这个条件有点高啊 对 好吧 我琢磨琢磨 跟你物色一个合适的 跟你物色一个合适的 我跟你物色一个合适的 那我先走了 小虎 送欧阳小姐 哎 这个欧阳是怎么了呢 从来不跟我绕圈子的人 现在吞吞吐吐 县子越绕越大 新派人 来延舟 来 延舟 这不是林大少爷吗 你胆子好大呀 跑省城绑票来了 小点是 你也知道害怕呀 我跟你说啊 我回来了 我不是二道岗的人 铁头是我兄弟 我去二道岗找他喝酒去了 我不是土匪 我是商人 你不是土匪 好 我 我随便找一个人 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跟人家说一说 让人家评判评判 不是 不是 白先生 白先生 那咱们那咱们也到你的文博所 去说说 好吧 说什么呀 你是怎么拿着国民党的钱 给共产党翻身 你说 好好一二道岗 就让你朋友给端了 我叫你小点声 那是保护你呢 不是 你那天 腿间挺立了 一转眼 似乎没眼了 还说呢 白先生 你太不讲义气 你说 二道岗对你以礼相待 你好吗 暗中招呼新四军游击队 不是 你那叫以礼相待啊 你好意思数 你看看 你看看 过河就拆桥 我说得一点都没错 要不是我这个媒人 你能娶上那么漂亮的媳妇 你给我住口 你是不是土匪我 我才懒得管 跟着 这件事啊 今后不准再胡说八道 不是什么呀 什么媒人哪 什么娶媳妇的 你娶媳妇别人能不知道吗 谁 谁娶媳妇了 你 不是真的娶 我是在阻止你们 欺负着尿洋洋啊 那可惜了 早知道你不是真的娶 让人家铁头兄弟娶得多好 你看你看 还是个土匪吧 我说的没错 对牛谈起 你别走啊 我找你真有事 要有点开线吗 我一会儿缝一下 总在啊 孔先生 小姐 孔先生来了 孔先生 什么时候下山的 昨晚上 庄先生他们几个 还在前面等着你呢 是吗 你快去招呼他们吧 他们听说我们要在南门搭建戏台 延长十个晚上都高兴坏了 还说他们几个先生 要联合起来帮我们筹款呢 他们那些人 哪有什么钱呢 可不是嘛 现在学校那些教书的先生们 恐怕这阵子 连肚子都添不薄了 那您先坐会儿 我去看看他们 好 孔先生 坐 今年小姐快去三十了吧 可不是嘛 打鬼子内阵 小姐才二十出头 这鬼子走了 小姐快三十了 这么多年把小姐也给耽误了 都是鬼子闹的 是啊 没耽误呀 小姐多漂亮啊 到现在外边还说 小姐是龙泉城里的第一号美人 这抗战胜利了 我们也该为小姐的事操作心了 是啊 我看 李县长就不错 不错有什么用 人家有老婆 不错有什么用 小姐可以做二奶奶吗 你胡说 小姐可以做二奶奶吗 小姐什么身份呢 这李济道什么身份 这李济道什么身份 小姐什么身份 当年李济道就是欧阳家的一个伙计 当年李济道就是欧阳家的一个伙计 小姐能给她做老婆 孔先生 能见多识广 你说小姐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呢 这些年一来 李济道对小姐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是 但是小姐不可能给她做小老婆 这个 这个卡过不去呀 是啊 麻烦事还在后边呢 孔先生 您是说 李先生不会放过她 这个李济道心狠手辣 这小姐怎么看不出来呀 我看人家李县长 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他还舍命救过小姐呢 你这么大什么都不懂 阿芳也不小了 嫁完了小姐 该嫁阿芳喽 我才不嫁呢 你这么可怕 你这么多虚强呢 肯定是 你这么多虚强呢 你这么多虚强呢 还要是 那你这么多虚强呢 你这么多虚强呢 跟着我 有意思吗你觉得 这就叫 如影随形 这次来省城 不光是为了问我郭宝的事 我跟你真人不说假话 我要弄死李姬刀 你跟那个李姬刀有仇啊 我跟他有深仇大恨 这么跟你说吧 你看我 想干这种事的人吗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是他害的 这件事 不必再说了 那你要杀李姬刀 来省城干什么呀 我得给省里递文件呢 我要让国民政府知道 他李姬刀是龙权最大的罕奸 你这个手段我倒是支持 我向来反对以暴制暴 可是你跟他有仇 你每天跟着我干什么呀 要告到他 那可需要一大笔费用 你把我当银行啊 我和李姬刀这个潮不共呆天 我必须亲眼看见 他在龙权的汉奸宫审大会上被抢你 我必须亲眼看见 他在龙权的汉奸宫审大会上被抢你 龙权的汉奸宫审大会上被抢你 那你给我提供点消息呢 真不知道 跟你一样 真认不说调话 那你是从进来的人 你在省里边肯定有关系 你能不能帮我把材料递上去啊 要可靠啊 我信得过你 这也许我能帮你点忙 那辛苦了 只要我活着 我就要弄死李姬刀 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养着他 真心实意地跟他过日子 让他不受丁点的委屈 不过我想 欧阳可能不会愿意的 阿云 你和欧阳 你和欧阳平时不是处得挺好的吗 要不 哪天你替我说说 您真这么想啊 我怎么觉着 他欧阳的话里头还藏着话呀 这才是你今天要说的真话 他另有主了 阿诚啊 谁呀 白颜舟 这是什么 白颜舟 五年前救过欧阳的那个人 他不是死了吗 没有 他回龙泉了 在省城 怪不得 这么说 前一段时间欧阳是去省城了 你先回去吧 我再休息一会儿 你先回去吧 行 脑臭碰了 我给你问吧 大 叔 叔 叔 你怎么都回来了呀 抓了几个 六个 太少了 接着抓 昨晚闹事的是不是也抓他几个 昨天晚上的事 就不再提了 咱们是宰相肚子能撑船 是不是 那对 要抓的 还是那些向日本人告密的狗汉奸 对 那告密的会是一个人吗 应该不会 他们就不会是一个团伙 有可能 他们就不会串通一期 那完全有这种可能 行 我明白了 还有 绑架欧阳的事要继续查 好 明天我得去省城了 这事不能再耽误了 先生 那钱还没凑够呢 有多少带多少吧 以后收上来 让大虎 我得给团伙带过去 你跟我去 等我回来以后 咱们就整顿税局 只要把税收上来 咱们以后的日子 是 是 厅 都不是 水 米酒 水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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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张支票 凭这张支票和我的签字 就可以到中央银行支取 两千五百块鲜大洋 这么多呀 对了 你找我什么事来着 你要见刘总司令对吧 对 他老人家在吗 在 在 那这张支票 送给你 那我就不言谢了 这是不可能的 你耍我呀 我告诉你 这是国家的钱 是国家给我的活动经费 你敢要吗 好好好 那我也告诉你 你回去吧 王处长 是不可能回来的 好 那我就明天再来 你随便 明天 最迟后天 我一定要见到六栋司令 否则 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疯了 修财到百啊 我这个人从小在外闯荡 出没远行事家常便饭 从来没当回事 可是这回去省城 心里七上八下的没底 总觉着连个灯火都看不见 你们说我是不是老了呀 阿九 我看报纸说 最近省城乱七八糟 杀人放火什么事情都有 改茶换代 难免要乱几天的 说心里话 我都不想去了 听天由命算 还是去吧 心里有个点 是啊 也是 不去一趟心里是没底 那我就不犹豫了 霍杨 想让我带什么回来啊 不用了 您平安回来就好 这回在省城 说不定我能看见白先生 你不准备给他烧点什么东西吗 快走吧 别耽误了 坐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哎呀 好车呀 真是好车 松田那个老鬼子 几十次到龙泉 可以说没干过什么好事 就最后这次还不错 给我留下了一台车 真是好车呀 霍杨 霍杨 你也坐过这台车 忘了吗 就在这辆车前 我打死了一个汉奸 不是把你也给救了吗 就在这台车前 我就地正法了一个汉奸 你们谁敢哪 你们谁敢哪 你敢吗 你敢吗 你们谁打死过鬼子呀 谁打死过汉奸呢 你们没这个胆 现在有人说我是汉奸 有我这样的汉奸吗 你们谁知道什么叫汉奸呢 我告诉你们 是有人 要搅混龙泉的水 好 你算 你算 大伙 用车给我们送到长桥 到长桥以后 我们坐火车去省城 言言说 直接送到省城吧 这路上也没邮寄队了 路也通了 不行 太眨眼了 就是啊 现在刚刚光复 怕是省长的车 还没有我们这个好 我走了啊 各位保重 好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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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不行 我走了 小心点 真是舒服 比轿子抬杆舒服多了 比骑马子就更舒服了 是啊 这达官贵人都喜欢这玩意儿 您瞧 往这一坐 比沙发都得劲 开车 安安小姐 我们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 我们先走了 云姐 走了 云姐 走了 云姐 到里边坐一会儿吧 不了 晚上还有戏呢 你自己一个人来的 没让他们送 走 我送你 别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现在兵火马乱的 自己一个人要小心 千万别再自己出来了啊 你不也一个人吗 我不是寡妇吗 最多破罐子破摔了 可不能怎么说 我听我舅话那意思 怎么像是冲着你呢 是吗 你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什么意思啊 哪有什么意思啊 依我的要求 是很难找到合适的了 结了婚我还要唱戏 而且我不愿意坐小 这个条件还算平常 不过分 可是 好像不太适合李先生 他那个人啊 总是这样 老是爱沾泉雇候的 这种事情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我听我舅说 你前一段时间去省城了 没有啊 那你是怎么见到白延周的 你怎么知道白延周 你确许问他 男人嘛 这是最敏感的 他知道那天你去看他 并不光是因为他的眼睛 你是想告诉他 你心里另有主了 那个人是白延周吧 阿弥陀佛 菩萨保佑 保佑白先生 平平安安 无灾无难 平安安 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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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来 快过来 你看 你自己看 什么消息 这儿 南郊保研寺劫后开关 第五战区文教处长王 是 王上校代表刘总司令到 这小孩没去哪儿去啊 我跟你说了 给那些小鬼点钱 你就是不听 他们就这么治你的 你干吗去 带你出去啊 不是 你去哪儿啊 你去哪儿来 你去哪儿啊 又来了 我已经是第四次光顾了 你第八次也没用啊 我告诉你了 王处长还在南京没回来呢 这是怎么回事 请给我见识 回来了 那是回来了 还装蒜 我要马上见刘总司令 我刚才看见她的车了 见不见刘总司令 你说了算呀 那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 你算什么东西 就连你们军长 市长也不敢这么对我 你是谁家的看门狗 天天在这儿给我挡道 你也敢骂我 骂你 我骂你了 你敢骂我怎么样 你疯了你 你在骂一句 你在骂一句 我还打你呢 你信不信 你疯了你 我可以打得你满地爪牙你信不信 你来人哪 我看谁敢动 把你来 我是中央研究院 我手里有奖委员长的批文 有刑众院的攻函 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一根卡帽 忘记他了 他蒙你们了 我要见你们刘总司令 可不可以 你想真美 发个王 我再问你最后一件 可不可以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不是 你施酒不支持法教 可不可以 可以 咱们慢慢商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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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报告司令 刚才有个来办事的人 跟张副官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什么人哪 嗯 应该是何应青先生 发电报说的那个白先生 哦 白眼周啊 去把他给我叫进来 是 请 司令 凡先生到 刘总司令 见您一面 真是比登天还难 凡先生 咱们见过面啊 是吗 什么时候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你忘了 在抗战前 在南京 我想看一看 狂山姆先生的卑铁拓片 是你们那的齐先生 让你带着我去的仓库啊 那个时候 你还是个小伙子呀 我想起来了 哎呃 我记得您 那个时候好像是军长 军团司令 你看看你 你也太不把我放到眼里了 哈哈 不好意思 那一阵啊 三天两头 我要带人去仓库 所以就有点记乱了 怎么 刘总司令 您也喜欢古董 是啊 喜欢古董总比喜欢枪炮要强 这话说得好 我爱听 一语通达呀 白先生 你刚才怎么动起手来了 别提了 别提了 我为了见您啊 已经等了四五天了 哦 结果连个处长都没见着 为什么呀 都以为我有钱 指望让我行贿 太不像话了吧 哈哈哈 哎呀 白先生 你这么大的学问 何等的身份呢 何必给他们较之呢 他们就吃的这碗饭 他们什么事不管 只看大样 没法子 现在就这个风气 均享太低呀 哎呀 白先生 你的事儿 我知道了 先向何用钦先生 给我发来电报 事关国家文物 非同小可呀 我全力不支持你 刘总司令办事 果然利索 需要我做什么 第一 战区司令部 同管军政民政 我想麻烦您 给龙泉当局的 军政要人打个招 让他们明白 我此行的使命 小小的县政府 有什么要人哪 这样吧 以我的名义 给他们发个电报 我马上就办 第二 如果需要部队 我希望您的人马 随叫随到 好说 好说 你随时打电报给我 我给你派县民队 第三 如果有军政要人 侵吞文物 怎么办 你给我说呀 我处置他们呀 如果来不及报告 什么意思 你向仙展号造 是 可龙泉县 离省城的距离这么远 情况又非常复杂 我想要临机决断的权利 你这个年轻的后生啊 有魄力 好 我给你这个权利 可是我一个话说到头里 你可不能乱来啊 您看我是那种乱来的人 怎么 怎么不是 刚才面对我总司令部的副官啊 你竟然敢武力相向 要不是我刚才路过那儿 你就吃大亏了 我早就听说 刘总司令带兵有方 只是就这么一位副官 没有管教好 治君之道啊 那要宽言相尽 这个道理 你们读书人哪儿懂啊 你不懂 行哈 李先生 怎么样啊 刚得到确切消息 老秦明天一早就到 真的 千真犯确 我朋友那边已经布置接站 和欢迎的事儿了 太好了 我们是来得正是时候 你几十吗 谁不想拿起来看看去 是是 那让我过一下啊 你几个啥 这么多人 就你知道出人头地是吧 不是不是 我过一下 打进去看 谢谢啊 谢谢 来 我过一下 打进去看 乡亲们 至此 抗战胜利之时 兄弟我受命 返回长平 感慨良多 一言难尽哪 抗战八年 山河破碎 满目疯一样 兄弟我 是痛心之志 痛心之志啊 此次范围 我秦平之日 要和乡亲父老 同心协力 在委员长的指挥下 重整河山 重振旗鼓 亲身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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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喊什么 不许乱喊 我 我是一时激动啊 我得到 刚才那个喊万岁的 是什么人呢 好像是我从前的 一个部下 这个人呀 太有意思了 吓我一跳 你说这万岁 是谁都能喊的吗 那有什么呀 还吓你一跳 现在呀 喊万岁的人多了 上到总司令 下到师长 团长 被人喊过万岁的人多了去了 他呀 也就是向上司卖个好罢了 你呀 千万别太注意这个 不过呀 我觉得人家倒挺真诚的 你看他那嗓子 多大呀 传到外面去 人家还说我们自己吹捧自己呢 传出去才好呢 让他们知道啊 长平省 你多受民众拥护啊 省得让他们呀 说三道四的 说我们呀 托陈立夫的服务 李先生 您这胆子也太大了 众目睽睽 您怎么就跟他喊万岁啊 不喊怎么办呢 秦省长又看不见我们 我要是不喊 秦省长看不到我们 那我们这趟省城不就白来了吗 您可吓死我了 你还是见识少 俗话说 当官不骂宋利仁 伸手不打笑点 我白白送给他一顶万岁的帽子 他就是不戴在头上 心里也会高兴的 这倒也是 李先生 您算是把人世间这点事给看透了呀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马上去见秦省长 他刚倒能见客吗 我这个客人他不能不见的 我东西带上 我换套衣服去 来 秦省长今天有些累呀 不便见外客 我看您还是下次再来吧 谢谢吴秘书 让您受累了 让您受累了 这个是当年秦省长寄存在我那儿的东西 今天完毕奉还 麻烦您交给秦省长 秦省长寄存在您那儿的东西 是啊 当年在下追随秦省长 秦省长对在下特别关照 什么东西啊这是 好像是字画吧 我也不太懂 秦省长当年把他交给我的时候 正重其事 那好吧 我会交给他的 谢谢了 好 好 您留步啊 他说这是省长当年寄存在他那里的一件东西 什么 我记存在他那里的东西 怎么我不记得啊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是这幅画啊 不错 当年我是交给他保存的 那年撤退的时候 带着的东西不方便 我就交给他替我保管 这么多年了我都忘了 省长 那我就先出去了 好 这什么画啊 秋山行旅图